第736章 文明的差距 相对皇太极的纳闷 诧异 乌拉特族的族长是心头低血了 看着他的族人一个个倒在剑下 他不由地焦急地大喊道 快 用盾牌护住啊 快 再上一个盾牌 两个盾牌护着一个 转头过来 又对后面缓缓滚动而来的大型工程器械方向 大声喊道 快点 没吃饭腰 还不快点推上来掩护 要死啊 他后面的那些蒙古人并不是他的族人 而是其他蒙古诸步的 之前没有训练 互相之间自然没有默契 这打仗的时候 互相之间脱节的事情很常见 皇太极在后面看着皱眉 当即吩咐他的亲尾前去传令 让后面的箭塔和投尸车动作快点 由他们的掩护 效果就能好很多 也不至于让城头上的明军 能肆无忌惮地安心射箭 在乌拉特部族长在这会儿 从来没感觉到 时间竟然过得这么慢 只是短短的一会时间 他就觉得非常漫长 就感觉只是十来丈的距离 这投尸机和箭塔 用了比蜗牛还慢的速度 才爬了过来 投尸车的距离 比箭塔要远一点就停住了 蒙古人听着汉军八旗的人吩咐 七手八脚地忙乱着 使出十二分的力气打着桩子 企图用最快的时间固定投尸机 而在他们身后 则是一车车的大型石块被拉过来 另有一群蒙古人 在急着搬运石块到投尸机下 而那些高大的箭塔上 不少蒙古弓箭手 已经沿着后面的梯子爬到了顶端 满满的都是弓箭手由此带来的负担 就是这些箭塔更重 推拉的人也被迫增加 缓缓地把箭塔推进到 弓箭能射上城头的距离 剑鲁头领在远处看着这一切 其中戴扇松了口气 对皇太极说道 陛下 投尸机和箭塔到位发挥作用后 城头上的明军被压制 底下填坑挖土的速度 就能快多了 皇太极点点头 抬头看看天色 略微有点担心地说道 这仗必须要早点结束 之前已经耽误了太久 原先吃饱的 要是又饿了 没力气打仗 不说对上明军怎么样 就是士气也肯定会有影响 陛下放心 等填平了道路 在箭塔和投尸车的掩护下 云梯车和那么多的普通云梯以上 所谓以赴工程 不过如此 这盖州也不是宁锦那样的奸程 说不定都不用撞乘车 这城就拿下了 戴扇的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轰轰轰的声音响起 打断了他的说话 使得他有点惊愕地转头看去 只见盖州城头上硝烟冒起 久经战场的他 一看就知道 那地方刚有火炮发射过了 视线往下 就见两座箭塔 一台投尸机被铁弹集中 那些箭塔和投尸机 虽然都是粗目所见 可此时却完全就像纸壶的一样 轰然倒塌 箭塔上的弓箭手 还没有射出一箭 投尸机还没有投出一块石块 就已经报销了 碎木乱飞 底下忙碌的蒙古人 和汉军八旗的人 躺了一片 侥幸没有波及的那些人 都吓得魂飞魄散 一点都没顾及 躺在地上哭爹喊娘的同伙 抱头就跑 戴扇看得说不出话来了 看着城头发愣 皇太极的脸色 也变得很阴沉 恨声说道 十五炮 还是第一次炮击 就中了三 这些炮手 怎么比宁锦的炮手还要厉害 原本的时候 皇太极还存在一点侥幸 明军突如其来地攻占盖州 有可能不会带上笨重的火炮 盖州城内 顶多就是被明军夺去的几门小炮而已 要不是大清这边 把熟练炮手 都派去荆州给损失了 这次来攻打盖州 就不会用投尸机 而用火炮了 如今 眼前的事实 完全击碎了皇太极的那一点侥幸 明军不但带了火炮 甚至还有如此熟练的炮手 他都敢肯定 这绝对不是从官宁调过来的 陛下不用担心 很可能这是运气而已 戴扇听了 连忙安慰道 火炮如何打得准 真是一门技术活 至少满洲族人 全都不是这块料 也只有汉人 才有这个能耐 大清好不容易搜集起来的炮手 又从中挑选出来的那些 他也去看过训练 根本就不可能有如此之高的命中率 不过 就算是那样的炮手 如今也没了 这么比较起来的话 戴扇就有七成的把握 明军的这次炮击 是运气足够好 否则的话 谁知 他刚对皇太极说完话 就听到耳边又传来了轰轰轰的声音 闻声看去 盖州城头上 又腾空而起一股股的硝烟 寒风吹过 硝烟正在远去 视线移回本方阵地 他恶然发现 这一次 有四座箭塔 两台投尸机被击中 那场面又是一片狼藉 这 戴扇不由的出声 可也只能说出一个字而已 就没法再说下去了 他的老脸上 满满的都是金恶 倒是皇太极 金恶出声 把话说完了 这怎么可能 这或者 就是文明的差距 剑弩这些辽东蛮夷 虽然会拿刀砍人 会拿弓射箭 可他们却不可能懂得弹道学 不知道如何测具 标记等等 看惯了以前火炮的那种准头 如今见识到新军炮营 耗费无数火炮火药训练出来的成果 所带来的命中率后 不瞠目接舌都怪了 不过皇太极毕竟是酒精沙场之人 很快回过身来 认清了现实 第一次可以说是运气 第二次就绝对不是运气 而是实力了 他立刻用焦躁的语气下指道 传令 加快速度推进 否则就是火靶子 都会被明军轰散了 说完之后 他看到前线那些爆头鼠窜的蒙古人 和汉军八旗的人 又冷声喝倒 让都战队上前 未得军令 往后逃者就地处决 不愧是剑鲁精锐 皇太极的旨意 用最快的速度执行下去了 一对对的剑鲁都战队 就在前线位置 把那些逃回来的人一一处决 失守异地 有效地吓住了那些往回逃的人 而那些大型工程器械的后面 也有剑鲁在用刀枪催促 能够很明显地看到 那些大型工程器械的速度 确实加快了 第737章 支援 虽然新军炮击的准确率 让剑鲁都大惊失色 可剑鲁的大型工程器械也不少 速度加快之下 终于缓缓地逼进了盖州城 与此同时 在荆州衙门大堂 刚回来休息了一晚上的 登来巡抚卢相声 又传令召集了手下开军事会议 只见他坐在主位上 严肃地大声说道 我军心惊一战 并未引得剑鲁立刻来救 此时他们 正在全力攻打盖州 简要地介绍了一下情况后 卢相声扫视堂下每个将领的脸 非常有力地说道 剑鲁之凶残 闻所未闻 剑鲁不灭 民愤难消 既然他们不在意 那就是我军打得不疼 因此本官决定 公敌之必救 方为盖州解围之上策 听到这话 堂下众多将领不但不害怕 反而一个个激动请战 忠诚大人 又去打辽阳吗 末将愿往 末将建议 干脆齐齐沈阳算了 拿下来就是大功一剑 拿不下也够剑鲁下尿一壶了 听着他们的求战声音 卢相声心中有点欣慰 他们都是好样的 殊不知 中国有一句古话 冰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有卢相声这样的主将 他的手下 自然不会有孬肿 只见他伸手一示意 刚才还有无比喧哗的大唐 一下变得很安静 显然他的威势足够 就听他说道 好 带上两门火炮 本官领你们一路杀奔沈阳 这话一出口 大唐内还是非常安静 很显然 底下众将都没反应过来 他们没想到 卢相声竟然真得下了这样的命令 而且还要亲自领局 卢相声见他们都不说话 便冷喝一声道 怎么 刚才都只是嘴巴说说而已吗 被他这么一说 众将都回过神来 顿时就激动了 竟然真的要打沈阳 干了 请尊忠诚大人军令 很多将领不约而同的 立刻大声回应 情绪显得非常的高昂 倒是老成持重的徐夫奏 稍微犹豫后 还是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道 忠诚大人 今时不同往日 剑鲁的都城 哪怕他们的奴求不在 也肯定是有重兵把守的 就算我东将军全军出动 怕也难以打下沈阳的 而且 而且 而且什么 卢相声不动声色 淡淡地追问了一句 徐夫奏一听 便没有犹豫了 立刻又说道 有过一次之前 被我东将军偷袭的潜力 末将以为 以奴求之精明 当不会再让我军容易走脱 肯定会派出精锐 截断我军可能的归路 忠诚大人 如今剑鲁的主力 可都在辽东啊 怎么 徐夫奏 你是怕了吗 毛诚座不等卢相声说话 就冷声 对徐夫奏嘲讽道 万一要是打下了沈阳 那便是天大的功劳 明白吗 徐夫奏听得脸色一变 他之前犹豫 就是怕有这种帽子 扣自己头上 就连忙大声回答道 我怕什么 我全家老小 都是被剑鲁害的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这是慎重 只是担心 要不这样 秦卫大人禀告皇上 看皇上是个什么意思 毛诚座听得一脸不以为然 心中想着 自己怕了却 搬出皇上来压人 其他将领也想说话 眼看着大堂内 要吵起来了 如相声见此 便用手一摆 阻止了他们所有人说话 语气和缓地说道 你们无需再说 对你们心中所想 本官都明白 既然如此 本官就把话说完了 听他这么一说 所有将领不由的都看着他 很好奇 他要把话说完是什么意思 本官的意思 还是票气迎带火炮北上 出小黑山 过新京后 沿海岸先直接往北 大张旗鼓前进 遇到剑鲁的镇子 火炮轰开 遇到大的城池 则绕过 如相声沉声解释道 我军之目的 就是迫使奴囚不得不奋兵来救 如若不动 就继续北上 一直杀奔沈阳 说到这里 他停了停后又道 按本官估计 奴囚听闻 我军之动静 绝对不可能再置之不理 而他一有动作 我军便能第一时间知晓 可立刻悄然快速返回 如此便达成了支援盖州之目的 其实 从荆州北上 要到沈阳去的话 最好的路 还是沿着原本的官道 先到盖州海州 经辽阳到沈阳这一条路 而如果东将军的实力足够的话 要支援盖州 另外一个好办法 是去把介于荆州和盖州之间的富州给打下来 只是很可惜 之前秋收行动的时候 就是从富州那边登上长生岛撤离的 因此 富州那边的剑鲁 算是重兵防守 并不是目前的东将军能啃得动的 明白了这一次行动的真正目的 不少将领心中不由得微微有点失望 不过也有一点轻松 他们不是不明白 沈阳其实不是他们能真正啃得动的 但万一呢 也只是万一而已 卢相声再次扫视一遍堂下重将 最后重申道 这次辽东的冬季作战 根本目的就在于折腾剑鲁 耗尽剑鲁的实力 因此 虽然此战并不是真的要打沈阳 可其重要性可比拿下沈阳 诸将不得懈怠 听明白了吗 末将明白 这一次 是所有将领都一口同声地回应道 让手下出去准备后 卢相声便转身对一直站在身边的魏木兰道 禀告皇上 就说我军即将出发 魏木兰点点头 等了一会后 他对卢相声说道 皇上旨意 让忠诚尽量小心 多派夜不收 远远警戒 说目前的消息来源 还只能是皇太极那边 如果有剑鲁地方将领擅自行动的话 皇上就不会及时知道了 如相声点点头 这个是肯定的 行军打仗 肯定不可能只依赖于一处消息来源 而忽视了军中常规 特别是这一次 是要大张旗鼓地出动 把行踪暴露给剑鲁知道 更是要小心加谨慎才行 再说 此时的盖州城外 推进了一些的剑塔上 顶端的蒙古弓箭手 不管射程是否足够 纷纷开始了射箭 他们就期待着 这样能造成城投明军的慌乱 而那些投石车 也有来不及固定 就想着发射石头了 一堆堆的人 慌里慌张地 开始了装填石块 拉动杠杆 第738章 泡汤了 乌拉特部的组长看到这一切 那滴血的心 总算是好过了一点 他相信 有了几方弓箭手和投石机的压制 自己不足的人能少撕点 这一段该死的距离 早点填完就能解脱了 然而 他却高兴得有点早了 就渐渐塔上的那些弓箭手 所射出的箭支 还没射上城投就掉了 勉强有几只射上城投的 也都已是有气无力 根本不可能对明军 造成威胁 而那些投石机 慌里慌张所投出的石块 表现就更差了 好不容易投出的几块石头 压根就没有一点准头 甚至有一块石头 都差点砸到在前方填坑挖土的族人身上 吓得族人都丢了手中的活迹 纷纷纷紧往回头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 城投上的明军弓箭手 照样在不慌不忙的射箭 每一箭都几乎射中他的一个族人 每次城投上 那让人胆战心惊的轰轰轰的声音响起时 就有箭塔和投石机被摧毁 进一步引起那些箭塔和投石机边上的人 有了进一步的恐慌 双方军族的精锐程度 明显不在同一级别上 就只是进攻了没多久 族人就死伤至少有一半了 乌拉特部的族长 感觉有点承受不住了 他就算再笨 也能预见到 如果真得按照这样下去 估计到墙角的时候 乌拉特族怕是要没了 这个时候 他那里还会想着报仇的事 满脑子都是如何保存多一点族人 他一咬牙 一声令下 乌拉特族的族人 纷纷抛下了手中的活 惊慌地集中到他身边 就往回撤了 后面督战的剑鲁一剑 立刻迎过去 大声吼着 让他们继续进攻 这一刻 乌拉特部族的族长 真得绝望了 后退是军阀 前进是失望 他有点不甘心 对迎过来的剑鲁头目 大声祈求道 我的部族死伤太多了 让我们退下休整下吧 我们可是大清的盟友啊 是 然而 那剑鲁头目看到他还在往后退 压根就不理睬他的祈求 张弓搭剑 一剑就射在他的面前地上 大声立合道 未得军令 再退着就地正法 看着剑鲁都战队纷纷张弓搭剑 那乌黑发亮的箭头 闪着寒光对准他们时 有乌拉特族人忽然愤怒地大喊道 这些亲狗就是要我们都死 反正都是死 和他们这些黑心肠的亲狗拼了 人就是这样 面对巨大的危机时 往往不会想着怎么去克服 而是会埋怨同伴 把气撒在同伴的身上 在这些残余的乌拉特部族人想来 他们的营地被明军偷袭 他们的同伴被城投的明军射死 这些都是亲国的错 要不是他们 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现在还要逼着他们送死 那一枪怨气就爆发出来了 这个人刚喊完 就有剑颅冷着脸 一剑射中了他 亲狗 和他们 拼了 那人不甘心地倒地死去 临死前发出了他的最后呐喊 其他人一见这 都红了眼睛 再也不管别的东西 就在阵地之上 冲向了都战队 就算乌拉特部族的族长想拦 也没法拦了 他双目含泪 满脸悔恨 仰天长叹一声 也挥着刀冲了上去 都战的剑弩并不多 一下就被砍翻了好多个 附近其他部族的蒙古人 一时都忘记了进攻 有点瞠目结舌地看着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 而其他地方的剑弩 则快速赶来 一边救援他们的都战队 一边加入了对 乌拉特部族的镇压之中 远处的皇太极 同样没有想到 竟然在工程中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这还真是一个笑话了 不过他没有丝毫后悔 把手一挥 就又有一支剑弩军队得令 往前逼近 威慑前面的蒙古人 并屠杀在垂死挣扎 疯狂了的乌拉特部族人 陛下 前面的蒙古人压力太大 怕是会引发其他部族 也跟着反应 戴扇转过头 恳切地提醒到 还是把剩下的部队都派出去 给城头上的明军 以足够的压力才行 不可否认 皇太极那赤裸裸的意图 确实有点明显了 不过他听了戴扇的话后 并没有反应 只是冷眼盯着残余的 乌拉特部族的人 被砍翻在地 人数越来越少 戴扇剑了 明白皇太极 怕是气疯了 原本他苦心经营出来的盟友 就算大清之前粮食短缺时 也坚持不去向这些盟友要粮 也要维持着盟友关系 可这一切努力 随着明军一个接一个的阴谋 一步接一步的紧逼 最终 随着这一次盖州战事的爆发 全都毁于一旦 以后的日子 怕是除了少数几个盟友之外 大部分蒙古诸部 就算表面上 还和大清维持同盟关系 可也肯定是同床一梦 大清肯定没法用他们 甚至还要提防他们了 由此一来 大清的实力在盟友易减 敌人异多的情况下 恐怕要削弱很多了 可是 这时候 要是把事情做绝的话 皇太极的一番苦心 怕是连扎都要不胜 戴扇心中想着 便又劝解道 陛下 那明军主将 怕是经验终归不足 只要有足够的压力 肯定会慌了的陛下请看 如此严寒 可盖州城却没想着泼水成兵 来加固城防 就这么简单的 一招都没想着用 可想而知 那主将都无能了 陛下 一鼓作气啊 皇太极听到这话 眼睛一亮 转头看向他 终于是阴沉着脸 点了点头 于是 军令传下 那些抬着简易云梯的剑弩 不用太在意 地上坑坑洼洼的 就全都往前冲了 在他们的身边 还有剑弩的弓箭手 一眼看去 就如密密麻麻的蚂蚁 快速地往前爬去 越过了笨重的投石机 越过了盘山前进的 箭塔和云梯车 超过了水车 冲进了盖州城 一到城下后 几个人一个云梯 有人扶着梯子 刀盾手就第一时间 踏着梯子往上爬 而在他们的边上 则是跟进的弓箭手 往上射箭进行掩护 原先远远观战的军队 几乎都往前压了 这一次 剑弩没有保留 一下就用上了权力 第739章 陷阱 看到这一幕 剑楼上的曹变骄 不由得大喝一声道 来得好 这帮孙子 总算是用上权力了 边上站着的高音 原是知道全盘计划的 因此看到如此激烈的场面 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带着兴奋 进入聊天群 向崇祯皇帝私聊道 陛下 剑弩全军压上了 说完之后 他还拍了一张照片传过去 盖州战事正在进行中 不管准备有多充分 崇祯皇帝始终是关注着的他 正在聊天群中 看到高音源的私聊 不由得呵呵笑了 其实想想看 从一开始就知道 剑弩打不起持久战 想必其功于一役的想法 用脚指头都能想出来 从高音源反馈的情况和照片上看 剑弩是被逼急了 大型工程器械没有到位 就用上了全力 这样真是不错 都用到盖州城下去吧 崇祯皇帝心中笑着招呼道 一会曹遍交 就会把朕给你们准备的礼物 都送给你们 欢迎品尝 正在这时 海澜珠忽然发了私聊过来 看情况 似乎是有点焦急的样子 陛下 盖州守将是怎么搞的 听剑弩说了 这人没一点守成经验 这大冬天的 连泼水成兵 加固城防的事都没做 崇祯皇帝一听 不由得乐了 该不会这就是剑弩 现在就把全军压上的原因吧 他这么想着 便笑着回答海澜珠道 别慌 这是故意的 朕在事前就已经这么定好的 先势敌已弱 利用曹遍交 现在还没什么名气 利用剑弩迫不得已 想一战就夺取盖州的心理 把他们尽量多的兵族 放到城下来攻城 然而就能最大可能性的杀伤他们 让剑弩伤筋动骨 打痛他们 打怕他们 海澜珠一听 顿时愣住了 没想到自己那么担心 原来一切都是民国皇帝的计谋 还利用守将没有名气 利用剑弩急于求战的心理这些 他那么年轻 又没上过战场的 难道还真有天纵神武之说 就是打死他也想不到 崇祯皇帝的心理年龄 其实并不是如表面那样的年轻 而且他的知识储备 更不是这么年轻的人该有的 或者说 这个时代的人都不可能有他的知识储备 只要给了他发挥的空间 不要说这种战场推演 人心揣测了 以后多的是能让他惊讶的事情发生 海澜珠从聊天群中退了出去 带着思苦笑的意味 对盯着他的不和说道 俄齐葛 没事 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 不和一听 有点不幸 转头看看盖州城 就见攻城的兵族已经拥到城下了 城头上的防御 虽然也加强了不少 滚木类石 金枝等等 也都有 可强度远远不够 城头下倒了一些攻城兵族 可是 更多的兵族已经在爬上梯子 只是刚露头 就被长枪之类兵器捅下来了 还有 因为城墙下的攻势灵力 城头上的明军 除了火炮还在轰鸣 专门摧毁城外那些大型工程器械外 对于填坑挖土的那些人 都已经顾不上了 那些弓箭手 都在照顾爬梯子的敌人 这时候 用肉眼都能看到 那些填坑挖土的速度 明显加快了好多 甚至不少人都不要盾牌的掩护 就在那拼命的用力 很少被火炮点名的云梯车 就沿着铺好的道路 一堆堆的人在用力推着 离城墙越来越近 一旦这些工程车被推到城下 城头上的防守就绝对更难了 这种云梯车很庞大 没法推倒 倾斜度低 工程兵足登上去也会容易很多 还会有更多的弓箭手掩护 局势会变更为严峻 这 不和刚说出口后 硬是被眼前盖州城头的工坊给吸引 甚至连话都没说下去了 他甚至都有点相信 他打个喷嚏的时间 或者眨眼的功夫 就可能会发现有城头被突破了 这样的局势 那些剑鲁头目自然也看在眼里 比如黄太极 心中的压力也小了不少 只要能把盖州城一鼓而下 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有把握能挽回一些 这时 范文成跑过来见他 黄太极甚至也有心情关心地问了下他的伤势 而后对他说道 范卿放心 等朕拿下了盖州 明日就亲领大军前往荆州 把那登来巡抚给抓了 朕倒要看看 他到底是 如何个文武双拳法 范文成听了 略微有点尴尬 连忙说道 就算那丝再文武双拳 也逃不出陛下的手掌心 说完之后 他转头看看盖州城的攻防 又带着恭维之色说道 奴才恭喜陛下 盖州城转瞬便下 说不定陛下今晚就能在城里过夜了 戴扇在边上听着 始终没发言 只是拿眼瞧了范文成一眼 心中鄙夷 要不是自己建言献策 皇上还没下定决心 全力攻城 哪来如今这样的大好局面 皇太极听了却是笑笑 只是微微点头回应范文成 那表现出来的气势 仿佛今晚去城里过夜很自然 不值得他特意肯定范文成的话 然而 就在他们得意的时候 盖州城头上 曹辩椒转头看了一眼他的搭档 世间冯德华 敏锐地发现他 似乎有些担心 心中不由地想着 到底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战事 不过世间 能有这样的表现 已经很不错了 这么想着 他便微微一笑道 火候一到 我们该动手了 冯德华没注意 曹辩椒已经转头在看他 一直盯着城上城下的攻防 此时听到声音 回过头来时 脸上明显出现一丝 如是重负的感觉 连忙点点头道 好 军事上你自己做主便是 曹辩椒听了 脸色严肃起来 转身对身边的轻微吩咐道 传我将令 吹号 立刻 早就等待在那里的新军号手 一起吹响了手中的军号 声音尖锐激昂 就算盖州城的喊沙声震天 却也不能掩盖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 这声音之响 甚至都传到了远处观战的 剑鲁头目这边 听着这种从未听过的声音 黄太极不知道为什么 顿时有了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第740章 万人敌 虽然他也看到了 城头上的明军 似乎已经把能用的守成手段 都用上了火炮 滚木类石 弓箭 狼牙拍 金枝等等 可根本没有阻止大军的攻城 这都快攻上城头了 还有城下那密密麻麻的兵族 都在等着有突破口 便一拥而入 难道 难道明军还有杀手锏没有出 想到这里 他脑中如同电光火石般 闪出一个事情 阿纪格当初从昌离城下败回时 好像有提到过 守军用了一种很厉害的火药防守武器 黄太极正想到这里 就见到盖州城头 忽然飞出一排排的物体 并没有飞多远 就落向地面 离城墙大概十多丈远的地方 才一落地 就见到那边就燃起了大火 而且火势迅猛 附近的兵族 有不少都被火烧着了 一个个火人四散 或逃 或滚 在战场上非常的明显 这样的场景 并不只是一处地方 而是以盖州城为原星 离盖州城墙 差不多十多丈远的地方都是 几乎就成了一个着火的隔离带出来了 这个火圈大概有一丈不到点 可火势猛烈 除了当场烧死的人之外 周围立刻隔离开了人群 外面的远远退去 不敢冲过火场去进攻 而内圈的兵族 都被烧得往城下 挤 一时之间 那原本就多人的城下 立刻挤得密密麻麻 甚至连工程都受到了影响 黄太极看清之后 不由得大惊失色道 是关宁君的守城力气 所谓关宁君的守城力气 其实并不是红衣大炮 而是这种用棉被上裹了油 火药等易燃物 抛洒下去后 火势猛烈的东西 原本之前不见有这东西 还以为盖州这里没有 毕竟眼下 是寒冬时候 最需要的就是棉被等物资 就算有 可能也很少 对于大军来说 并没有多大影响 可眼下所见的绕城的一个火圈 足以说 明明军事先准备了很多 真舍得下这个本钱啊 黄太极的感叹 还没来急发出来 就立刻失声说道 不好 快 赶紧传令撤军 这种时候 就算再傻 也知道明军 花了那么大的代价 用火烧出一个大圈来 使得城下挤满了攻城的兵族 肯定是还有后手的 如果不撤的话 绝对会损失惨重 然而 他的旨意还没来及传下去 就见到城头上的明军 忽然往城下 丢下一个个的笼子 那些笼子落到地面上的人群中 倒也没有砸死人 可那些笼子里 很快就喷出火焰 带着浓烟 甚至还有不少在旋转着的 带动那些火焰和浓烟 喷得到处都是 这样的笼子 一个又一个地从城头上丢下 而且还不是乱丢 是每一段城墙上 都在均匀地往下丢 只是一会的功夫 火圈内围到城墙的这段距离上 基本上全部处于火焰和浓烟的笼罩下了 这个时候 别说攻城了 也不分蒙古人 还是汉军八旗 又或者是精锐的满洲族人 只要在这个圈内 一个个都丢了兵器 捂着头企图四处躲避 可他们的周围全都是人 根本就无从躲避 只是一会的功夫 城下这一片地方 就成了人间地狱 刚才还生龙活虎的精壮汉子 都在哭爹喊娘地要救命 试图逃命 却没地方可逃 陷入了绝境之中 就算是见识多广的范文城 也都惊呆了 看着盖州城下 喃喃自语地说道 那是什么东西 其实 这种东西并不神秘 而是大号的手榴弹改造而来 之前崇祯皇帝出主意 在畅离城发威之后 兵杖局的工匠们 又在那个的基础上做了改进 才有了如今这东西 这东西 被大明工匠重新命名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气 叫做万人敌 具体做法 是把中空的泥团晾干后 通过上边流出的小孔 装满油销和硫磺配成的火药 并由人灵活地增减和掺入毒火 神火等药料 压实并安上影线后 再用木框框柱 这种万人敌 点燃后丢下城 因为有木框的保护 并不会破裂 从中会喷出火力 带着毒烟 四面八方地旋转起来 给敌人大量杀伤 己方因为在城头上 却不会受一点影响 算是真正最为厉害的手船武器了 在原本的历史上 这种叫做万人敌的武器 也是在明末出现的 宋银星在他的天宫开悟上 就有明确的记载 当然 这种武器也有局限性 如果是大城的话 城下够宽 敌人不多 你丢下去 敌人在反应过来后 自然能躲避 就无法达到最大的杀伤 可眼下 就因为盖州城并不大 明军才有足够的物资 先放剑卤大军攻城 使得他们的兵力大量集中在城下后 用火烧出一条隔离带 进一步驱赶剑卤 往城下集中 也在这个情况下 这种万人敌才 发挥出了最大的效果 看着盖州城下那一片人间地狱 火圈外面的兵族都惊呆了 他们看着刚才还勇猛的同伙 被一个个烧成了焦炭 一个个捂着口鼻 却使尽呼吸 而吸不上气的痛苦表情 反正就是那种 面对死亡而无力反抗的场景 深深地映入了他们的脑海中 这时候 皇太极下旨的明金收兵声音终于传来 换回了神的这些兵族 不管是蒙古人 还是精锐的剑鲁军族 全都慌里慌张地 如潮水般退了下去 谁也没有再去管城下的同伴 因为他们知道 那些同伴 肯定只有死路一条了 远处 不和看到这一切 久久无语 过了好半天后 才倒吸一口凉气道 明军有这种杀气在手 难怪有恃无恐 这种算是早期的毒气弹啊 在这个时代 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中招的话 还无视你的兵族是否精锐 损失惨重 自然难以避免 说完之后 不和转头看向皇太极的方向 并没有说话 只是心中充满了同情 而海澜珠从震撼中回过神来后 则默默地拍下了他这个角度的一张照片 进入聊天群 传给了崇祯皇帝 同时说道 陛下 盖州守住了 第741章 这一仗还怎么打 嗯 意料之中 崇祯皇帝看到后 心中松了口气回复道 海澜珠见了 沉默片刻后悠悠地说道 陛下 明军有此力气 其实 其实有没有 我都差不多了 原本他以为 在这次的盖州攻防战中 他会起一个很大的作用 毕竟能把消息 及时告知崇祯皇帝 对战事的影响可想而知 可谁知 明军有这么一个大杀器 守住盖州 当时易如反掌了 要不要他的消息 其实关系都不大 崇祯皇帝听到他这话 立刻明白了海澜珠此时的心情 稍微一想便回答他道 怎么可能 你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呵呵 别安慰我了 海澜珠心中苦笑着说道 崇祯皇帝 见了有点无奈 只好给他解释道 你知道 光刚才这一仗 就花了多少银子知道吗 这打仗 打的就是钱 朕虽然是大明皇帝 可眼下还是穷啊 因此 这样的防守 可来不了几次的 听到他竟然告诉他这些 海澜珠不由的心中一阵感动 试想一下 要不是关系好 或者说崇祯皇帝心里有自己 怎么可能向自己哭穷 就算是真没钱 真有难处 也会掩饰这一点吧 想到这里 他的情绪忽然一下好了起来 其实大明皇帝缺钱的事情 基本上谁都知道 要不然 以前的明君遭遇 难道是假的 海澜珠其实不知道 崇祯皇帝刚才其实没和他说实话 像刚才的守城方式 一下用掉了那么多火药武器 这样的防守 不是来不了几次 而是就只有这么一次的能力而已 也正是因为如此 之前才一直势敌已弱 拼着城头上伤亡的增加 也要假装快被剑弩攻下 吸引剑弩尽可能多的兵力 聚集城下 才用出这一招 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 确实达到了预计的效果 这钱也算是没有白花了 海澜珠还一边想着 一边连忙安慰崇祯皇帝道 陛下 你放心 我会继续探听消息 及时告知的 好 崇祯皇帝听了 立刻回应道 朕发起这次盖州战事的最终目的 不是说要占据盖州 而是要消耗剑弩尽可能多的实力 因此 盖州战事 其实打的还不只是盖州而已 朕不是有聊天群吗 因此 得让关宁郡和东将军都一起动起来 才能不负正值聊天群 才能最大可能的消耗 打击剑弩实力 才能早日光复辽东 还天下一个太平 是不是 陛下英明 海澜珠听了 不由的出口赞道 他从聊天群退出来后 情绪明显好了很多 看向布何问道 俄七哥 接下来剑弩会怎么做 布何感觉到了自己女儿情绪的变化 立刻猜出 他可能是去和民国皇帝说话了 虽然不知道说了什么内容 可看女儿的情绪 应该是好事 他就也不问 而是看向黄太极方向 有些担心地说道 恐怕 恐怕要彻底撕破脸了呀 正如他所料 黄太极此时的脸色 异常地难看 他既希望于一鼓而下盖州城 却没想到 准备得如此充分 眼看着胜利在望 突然之间 就损失如此惨重 不说这样的伤亡承受不了 而是这次的失利 影响太大了 一时之间 他都有点不知所措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这样的情况 在他的征战生涯中 却是头一次出现 看到黄太极在发呆 并没有进一步发号施令 戴扇又转头看看 从盖州城那边乱哄哄退下来的人潮 心中叹了口气 同时也很是担心 大清接下来该怎么做 与此同时 他还有另外的担心 因为他知道 要不是他建议权力攻击 说不定损失不会有这么大 归根到底 如此的大败 他是有责任的 只是不知道 黄太极会不会和他算这个账 边上的范文成 这时才回过神来 之前的他 确实认为城破在即 因此 才向黄太极敬言说 今晚都能去城里过夜的 真是没想到 局势变化 竟然会如此之快就反转了 这时候 他稍微品尝了下 被打脸的难堪后 立刻脑子冻了起来 开始想接下来的事情 他知道 黄太极这边 需要他这个军师出主意 月托匆匆地赶回到黄太极面前 大声禀告着 才把这里的人都换回了神 陛下 我军损失将近两千人 蒙古诸部的损失 怕是有七千余人 这些都是实打实地没了 围城大军一共就三万人左右 这一次的损失 就将近三分之一 这一仗还怎么打 还要不要打 都需要黄太极来决策了 黄太极早就知道损失惨重 可此时听闻月托的 还是有点出乎意料 他那胖脸上 没有一点血色 小眼睛扫视着退下来的君族 心中知道 士气影响肯定非常大 立刻再组织工程 是不可能了 于是 他只好下指道 回音休整 陛下 要小心那些蒙古人 范文成听到 连忙禁言一句 显示了自己的存在 黄太极听了 又回头 去看了一眼蒙古人那边 微微点头 向戴扇吩咐道 回到大营后 立刻把蒙古诸部首领都掌握起来 说完之后 他再也不远多呆 立刻掉转码头快速离去 似乎看不见这难堪的局面 他的烦心事 就会没了一般 盖州城头上 曹汴焦也刚听完手下将领的禀告 转头对高音源吩咐道 我军此战 战死三十六人 重赏三十五人 轻伤一百四十二人 杀敌尽万 其中女真人大概在两千人左右 其余为汉军和蒙古人 如果不是为了诱敌深入 让敌人尽可能多地挤在城下 伤亡还不会有这么多的 可此战的战果 却是如此的巨大 这种双方的战损 不管拿到那个历史时期 去对比 都可以说是大胜 要不是皇上事先有过分析 曹汴焦都会以为 剑卢损失惨重 肯定会撤军了 崇祯皇帝得到这个战果后 立刻通过聊天群 把消息告知给了 东将军的卢相声 还有官宁齐军的曹文照 随着两方主将的宣布 这两支军队的士气 顿时高涨起来 第七百四十二章 密谋 盖州城外 蒙古人的大营 是连在一起的 并没有和剑卢混在一起 兵族还没有全部归营 还有垂头丧气的回营中 这一仗 原本信心满满的他们 全都没想到 是这样的结果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 被明军那守城武器给吓倒了 毕竟那种第一次见到的武器 实在不是人可挡 哪怕再是乌勇 再是强壮都不行 这些蒙古部族中 除了科尔庆族等少数几个 没有被派往前线的之外 或多或少 都有族人死在城下 甚至有的蒙古部族 多有一半人回不来了 此时的他们 没有需要报仇的愤怒 唯有对死亡的恐惧 奈曼部族的族长 哀声叹气的 还没回到自己的营地 忽然就见到 有几个蒙古人过来 他认得 那是巴特部族的人 这几个人似乎做贼一般 东看西看的 好像防备什么人 又似乎在躲避什么人 好不容易来到他身边后 对他低声说了几句 奈曼族长稍微有点诧异 随后转头 看了眼剑鲁大营 便点点头 吩咐了自己的手下人几句后 就跟着那几个蒙古人走了 在路上的时候 他看到还有其他部族的首领 也和他一起 走向同一个方向 便知道其他部族 大概也收到了邀请 到了巴特族的中军大战时 奈曼族长看到 有不少蒙古部族的族长在了 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 对他的到来并没有反应 倒是身为主人的巴特族族长 勉强笑了下 和他寒暄了几句 请他坐了 奈曼族长注意到 身为主人的巴特部族族长 似乎有点坐立不安 等得很交集似的 并没过多久 好像蒙古诸部的首领 并没有来齐 他就忽然出声说道 诸位 此战没法再打了 听到他说话 在场的所有蒙古部族首领 都抬头看他 有的一时不明其意 有点深以为然 有的脸上还带着茫然等等 明军这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巴特部族的族长沉重地说道 我估计 清国肯定是要继续打的 毕竟明军 站的是他们的地盘 可你们应该也看到了 再打的话 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说到这里 他似乎有点犹豫 扫尸在场众人的脸 最后一咬牙 马上接着道 这次的战事 清国皇帝把我们蒙古部族安排到了第一线 什么用你昭然若见 乌拉特部的下场 你们应该都看到了吧 这话要是被皇太极知道的话 绝对不会饶了他 可一个部族的话 皇太极动手没有忌惮 那么多个部族呢 巴特部族的族长死伤族人太多 他没法沉默 就只有先说出来了 一听到这话 所有的蒙古部族首领 都想起了灭族的乌拉特部 这次会盟带来了族里的所有精锐 导致了营地防御力量薄弱 而被明军偷袭 而他自己 却又被清国皇帝派去最前线 明显是要他们死 最后甚至都亲自动手了 完全可以说 原本一心想巴结清国的乌拉特部族 是被清国给灭了的 吐死湖碑误伤其类 这句话形容眼下这些蒙古部族首领的心情 最是恰当不过 巴特部族长看了 心知有戏 立刻语气一变 有点愤怒地说道 如果我们继续留在这里 替清国出力的话 谁能保证 我们最后的下场 会和乌拉特部不一样 你们就不担心 自己的营地 有可能受到明军袭击吗 你们就不担心 你们的族人 会在下一次攻城的时候 被安排到最前面去 你们就不担心 就算这次的战事最终打赢了 还能带回多少族人 面对他的一条条质问 几乎所有的蒙古部族首领 都无法沉没了这些个问题 每一个都问到了他们的心底 让他们无法再淡定 那你说 我们该怎么办 你说的对 我倒是不想打了 可清国会同意吗 我的部族离民国有点近 虽然留了些人马 可要是观宁齐军偷袭的话 就算能逃过一劫 可最终的损失肯定也会很惨重 我这心里头早就惦记着回去了 听着他们说话 其实各部族都一样的情况 全都不想打了 可都怕清国皇帝降罪 这么一来 巴特部的族长心中就有底了 立刻大声说道 我们一个族的力量 确实没法说话 可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呢 难道清国皇帝 还能对我们应来不成 听到这话 原本不少部族的族长 已经猜出了用意 便立刻表态复合 对 我们蒙古部族 应该一起共进退 清国一万人都不到 我们有两万 还有一万多人 还都是齐军 肯定不敢乱动我们 说的对 总不能在盖州城下 清国皇帝对我们用墙吧 那就真是笑话了 盖州城头上的明军 还不笑死 听着这些言论 奈曼部族的族长 忽然出声问道 那我们 如果眼下 要不遵从清国皇帝的话 等我们都回到 各自的部族后 清国皇帝会怎么对我们 你们还记得敖汉部吗 他们的下场如何 一听这话 不少部族的族长 顿时沉默了 其实在场有很多部族 原本就是 和剑鲁敌对的 都是后来被剑鲁打得没脾气 不管是不是福气 最后才和剑鲁结盟的 巴特部族长 已经骑虎难下 他看着众人 似乎有点退缩 便立声说道 你们还担心 以后干什么 要是不做出决定 眼下这次的战事 都过不了关 一听这话 不少蒙古首领 都恍然大悟 或者假装恍然大悟 纷纷看着巴特部族长 等待他把最后的窗户直挑破 事已至此 巴特部族长 已经无路可退 回视着他们的眼睛 斩钉截铁地说道 回去后立刻迁移营地 让清国一时难以找到我们 要是清国 要还有为难我们的意思 如今又不是只有清国 才能投靠了 说到这里 他停了停后再道 再说了 民国已经开始反攻 结果你们也都看到了吧 丢成失地 只是皇太极 那只狡猾的狐狸 说得好听而已 连准备如此充分的 盖州都拿不下 还想着去收复荆州 做梦 第七百四十三章 我有一册可破盖州 听他说得这么赤裸裸 不少蒙古不足的首领 互相看了一眼 也都不再顾忌 纷纷说出自己心底的话了 那还管什么 我们今晚就走 谁还能拦我们 对 我们一起走 好 都听你的 逼急了就投了民国 就不信了 民国还能像清国这样 六亲不认 奈曼部的族长 听着这些大逆不道的话 他忽然发现 大帐内的这些部族 都是损失比较大的 关系和清国不是特别亲密的 比如科尔庆族的 就没有在 有了这个发现 他算是明白过来了 巴特部之所以敢牵这个头 就是因为料到了 大家都会同意的主张 大家拧起一股绳来用尽 为各自的部族找退路了 巴特部的族长听着他们说话 很是高兴 便准备开始商谈细节 可就在这时 忽然传来了击鼓巨匠的声音 这让在场的人听到都是一愣 顿时大仗内一下安静了下来 而在剑弩中军杖后杖 黄太极阴沉着脸 背着手再来回踱步 听着巨匠鼓声临近结束 他便冷声问道 都来骑了没有 边上服侍的轻卫头领 敖拜一听 立刻出去看了下后 回来禀告道 主子 只有科尔庆族道了 什么 黄太极一听 都没等他说完 便立刻一声打断道 而后也不等敖拜再说 就立刻大步转出后杖一看 果然 蒙古诸部中 他就只看了布河等三人道了 其他蒙古诸部的首领 竟然一个都没来 看到他出来 已经在了剑鲁首领合不合等人连忙剑里 不过他却离也不离 而是盯着戴扇问道 人呢 这个时候还不来 肯定是不会来了 这种情况很不好 已经有点无视他的威势了 戴扇没法回答 原本是等议事之后 他把人留下的 可眼下人家都没来 他也不知道啊 于是 他立刻回复道 臣马上派人去查下 之后 中军帐内就安静了下来 只有皇太极揣着粗气 脸色阴沉着下人 也不在主位上就坐 而是来回夺步 很快 聚将鼓声结束 依旧没有人再来 一直隐远不发的剑鲁将领 便忍不住了 纷纷出声 向皇太极提剑意 陛下 这群蒙古人好大的狗胆 这简直不把大清放在眼里了 陛下 末将去把他们抓来 他们正在说着 忽然看到皇太极转头看向他们 那目光 似乎能杀死人 顿时把他们都吓到了 一下都不敢再说 低眉顺眼的范文成见此 稍微环视了一下周围 由于片刻后 还是出声提醒到 陛下 须得稳住他们 来日方长 皇太极一听 转头看向他 立声问道 如何稳住 如果按照他手下那样的建议 那估计会 当场打起来 虽然不怕打不过他们 可一旦打起来 他都能想象到 怕是盖州城头上的明军 会大喊助威看热闹 他的用意 最佳的当然是让蒙古人和明军趣号 这才是最有利的 可想想之前等于是撕破脸了 蒙古人这次都不来 态度已经明摆着了 果然 范文成还没来急回话 就见戴善回来了 阴沉着脸 还没说话 就知道 不会有好结果 只听戴善带着 思怒一禀告道 陛下 一个个都托辞不出 连人都见不到 像这样的事情 以前可是从没遇到过的这种怠慢轻视 让戴善 着实有点恼怒 听到这话 那些剑鲁将领 特别是年轻一些的 就又炸毛了 纷纷嚷嚷着 把这些蒙古人都干掉算了 他们中有的人说话 让边上默默站着的不合听了 脸色都有点不好看 黄太极心情很不好 立刻喝彻他们后 转头看向范文成问道 刚才之事 还没达阵呢 范文成一听 立刻禀告道 陛下 此时不宜逼迫过甚 蒙古诸部都是骑军 真要拼起来的话 能不能留下他们不说 我大清的实力 也会有损失 这不符合我大清的利益 不如 不如什么 黄太极一听 心中一动 知道范文成有鬼点子了 连忙追问道 不合在边上看了 不由得仔细打量范文成 心中有点暗暗吃惊 看来此人似乎才智非同一般 陛下 奴才以为 可派人向他们慰问下 对于他们的死伤 有所表示 范文成确实有想法 不慌不忙地说道 可以向他们保证 再不会让他们去冒险攻城 避免他们的伤亡 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另外 不妨也给他们点压力 适当展示下我大清的军威 软硬坚实之下 相信他们不敢先翻脸 听到这话 不等黄太极开口 那些年轻的剑乳头目 忍不住就喝骂道 不让他们攻城 难道要我大清自己去拿人命田 你这汉狗 按的什么心思 吃里扒外 老子劈了你 够了 黄太极忽然一声咆哮 中军帐内顿时为之一镜 所有人不敢再说话 黄太极深吸一口气 压制住心中的怒火 用手指了下范文成道 继续说 黄太极算是了解范文成的 知道他是一心为大清考虑 他这么说 肯定是还有后话 对于那些辱骂 范文成已经稀以为常 似乎荣辱不惊 听到黄太极的吩咐后 立刻继续说道 今日奴才看了战事 盖州城头有火炮 还是如此之准 那些工程器械 怕是已经过时 用不上得了 不过奴才有一侧 可破盖州 一听这话 所有的目光 不管原先在看那里的 顿时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黄太极更是大步 走到了范文成面前 伸手把跪着说话的他扶了起来 一脸期待地说道 还请先生指点 这态度 与刚才发火 完全是两个样子 不过其他人都没在意这点 毕竟在他们看来 这盖州城 怕是打不下来了 这仗接下来该怎么打 一点头绪都没有 可这范文成竟然说有一侧 可以破盖州 这真是太让人期待和好奇了 唯独不和 听得心中一领 虽然范文成还没说 他却从范文成的表情 和言语间得到结论 恐怕他说的是真的 第744章 静观其变 不久后 不和回到自己的营地 海澜珠连忙迎上去 低声问道 俄岐葛 黄太极是不是头疼死了 不和看到没有外人 先是点点头 而后摇摇头道 他身边还是有能人 明军能否守住盖州 还真是有点难说呢 海澜珠一听大吃一惊 满脸不幸地说道 这怎么可能 光是我们蒙古各个部族 就够黄太极头疼了 就更不要说明军 有如此厉害的守城武器 他们竟然还有可能打下盖州 女儿不信 不和理解地点点头 一开始 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听了范文成的话之后 他才改变了看法 此时女儿也不信 他便把刚才听到的 前前后后 都和海澜珠说了一遍 而后用手一指外面道 你不妨可以去观察下 看看其他部族 是不是真如他所言 海澜珠虽然不领兵打仗 可并不代表 他听不出来计策的好坏 此时的他 完全把自己 带入到大明这一边了 因此 他听的心情不由得 有点沉重 也不反驳 他讹齐葛的话 走出去静静地观察 其他营地的情况 一直到将近入夜之后 基本情况都得到确认 他在不和的关注下 进入聊天群 赶紧私聊崇祯皇帝道 陛下 大事不好了 皇太极身边的一个汉人 叫范文成的 替皇太极出主意 不但稳住了大多数蒙古部族 甚至还可能会打下盖州城 过了一会后 崇祯皇帝看到 不由地吃了一惊 对于这个范文成 他也是印象深刻 再次记在心里 而后马上问道 不要急 慢慢说 把情况都给朕说说 见到他这字里行间的从容淡定 海澜珠不由地立刻安心了不少 想起崇祯皇帝的匪夷所思 便和缓了下情绪说道 一开始 皇太极肋骨巨江 蒙古各个部族的首领 几乎都没有去 剑鲁各个头目 都想对他们动手了 但是这个范文成却说 要先安抚蒙古部族 听着他转述了当时的情况 以及海澜珠又受了他的观察 除少数几个蒙古部族 似乎有点动静之外 其他蒙古部族 基本上都安静了 看样子 至少是暂时被安抚住了 确实也是 要是剑鲁不把这些蒙古部族 往死里逼的话 至少眼前这关 那些蒙古部族 还会走一步看一步的 由此看来 那汉奸范文成的诡计 还真有实施的可能 想了一会后 崇祯皇帝便问海澜珠道 除了乌拉特部族的人 敢去报信了之外 没见到其他部族的人去报信吗 一听这话 海澜珠便知道 应该不止一个部族 被关宁军偷袭了 想象也是 如今正是草原部族的营地空虚时候 不趁机打压下就怪了 他仔细想了下 又去问了下不和 最后才回复崇祯皇帝道 应该是没有其他部族 有收到消息了 崇祯皇帝听了 不由得眉头一皱 按道理来说 不应该啊 稍微一想 他马上问道 你们外围的探马 是只有剑鲁一家所派 还是各部都有派出 一开始好像各部都有负责 后来都由剑鲁探马去负责了 各部也乐得 海澜珠说到这里 立刻回顾未来 连忙确认道 陛下的意思 是说 信使被剑鲁探马截住 没放过来 百分百是这样 甚至那些信使稀里糊涂死了 都是可能的 崇祯皇帝确认后 又一边想一边说道 不过朕相信 那些蒙古不足的首领 心中还是在担心的 嗯 应该没多大的事情 盖州不是剑鲁想打 就能打下来的 继续静观其变就可以了 海澜珠听了 有点想不明白 愣了一会后 连忙提醒道 陛下 盖州城 可不是宁元锦州 那样的奸城啊 剑鲁又是本土作战 真没事吗 崇祯皇帝听了 感觉到海澜珠的担心 心中不由地想着 这个媳妇貌似还可以 还没嫁过来 就已经在替大明担心了 于是 他便回答道 先看着吧 有情况随时告诉朕就可以了 你要真担心的话 就让人散布点消息 就说 观宁骑军偷袭草原的事情 可以从乌拉特部周边不足 可能也没逃过一劫什么的 私下里多议论议论就成 没一会 海澜珠从聊天群中退出来 对一直在关注着的不和说道 俄琪哥 他说不用担心 应该没多大的事 继续静观其变好了 就这样 不和听了 有点不幸地确认道 你说清楚了没有 女儿自然知道事情轻重 当然尽量详细地说清楚了 哦 对了 海澜珠说到这里 想起崇祯皇帝的交代 便又说道 他说 我们可以散布点消息 不和听了 稍微一想 点点头道 这倒是举手之劳 眼下的局势 底下人之间 私下聊点什么 倒也不显眼 还从乌拉特部周边部族说起 看来是想有理有据 让其他部族都恐慌了 说到这里 他也想到了 恐怕民国皇帝那边 还有底牌没出 不过既然没说 他也不瞎猜了 就按照民国皇帝所言 先静观其便好了 等第二天的时候 皇太极亲自去蒙古诸部那边巡视探望 做足了姿态 假惺惺地演了一场猫哭老鼠的戏 并做了一些承诺 至少在表面上 算是给了蒙古诸部一个交代 稍微和缓了一点双方的关系 为此 蒙古诸部也有了回应 虽然他们本人 继续缩在各自的营地内 可终归是 派了人去皇太极仗前听令 这些人回去后 把皇太极最新的旨意一说 蒙古诸部首领一听 真不是拿人命去号 想了想 就还是同意了 于是 基本上各不或多或少都派了人出去 盖州城头的剑楼上 曹汴娇和冯德华 拿着望远镜 在观察剑鲁大营的动向 他们俩 当然是得到了崇祯皇帝传播来的消息 心中有了底 倒也没有一点慌乱 反正是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罢了 过了一会后 就见冯德华指着正前方道 该不会是这里吧 第745章 偷懒 曹汴娇听到声音 放下望远镜一看 冯德华指的就是城门这里 便点点头同意道 既然做了 当然是要选最有力的一个点 他们要是能控制城门这里的话 想要攻进城来 就容易得多 说到这里 他又呵呵一笑道 不过 剑鲁选了这里 其实对我军也是有利 看他们今晚动作吧 冯德华听了 笑着点点头道 好 那我下去安排 让人加固城防了 曹汴娇知道 他指的是波水成兵 毕竟现在已经没必要视敌已弱了 于是 就点点头道 好 入夜 在城外大营背对着 盖州城的一侧旷野上 有三千多蒙古人 在呼啸地寒风中忙碌着 让人有点诧异的是 这些蒙古人 手中拿着的并不是弓箭刀枪 而是布袋锄头之类的东西 邦的一声 用力一锄头 被动得结实地地面 被锄开了一点点 反正的力道 却让巴兰多的手一麻 见此情况 他不由地低声骂道 这种鬼天气 谁处得搜主意 他边上的同伴听了 安慰他道 这道也不是搜主意 在盖州城外堆一座土山出来 明军的火炮 至少不可能像轰那些箭塔一样 把土山都能轰掉了吧 话是这么说 可你看看 这大冬天的 还让我们这些蒙古人来挖土 我们是挖土的人吗 这地面有多结实你知道吗 凭什么让我们来做这些 那些人就不一起来 巴兰多满肚子怨气地说道 他这辈子 就只是会骑马射箭 放放木而已 如今却要来做这种事情 手还震得发麻 自然不高兴了 更何况之前死了那么多族人 原本就已经不待见那些人了 其实 就这简单的挖地 怎么用锄头这事 还真是一门学问 没干过的人 就如巴兰多一样 力气用上了 效果却不好 这还真不只是因为 这地洞的结实的原因 说起来 也亏了这是大冬天 他们都有手套戴着 否则握锄头没多久 就能让他们的手上起泡 听到巴兰多的话 其他在袍地挖土的蒙古人 也是有怨言 如今这种情形 他们也都看清了 知道自己部族和剑鲁那边 关系已经不可能有多好了 只是维持着 没有硬是死破脸 要不是只是被派来挖挖土 而后偷偷运土 去盖州城外田做土山 是没什么生命危险的事情 他们还真不会听剑鲁的 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蒙古人 听到他们都在发牢骚 就劝他们道 我们再出力 他们得出兵防着城内明俊 也算是分工明确 还算是合理的 有什么合理 巴兰多一肚子不服气道 城里明俊又不是神仙 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才有鬼了 还用得着出兵防备吗 还不是偷懒 说不定就是监督我们干活二爷 那人听了 也觉得有道理 就没有再辩解了 因为他对剑鲁也没有好感 过了一会后 巴兰多忽然一把把锄头丢下 一屁股坐地上道 他娘的 不干了 肚子都饿死了 没力气 听到他这话 不少他身边的人 都纷纷丢了锄头坐下来休息 同时附和着他 就是 只得吃那么一点点东西 还让我们一晚上干这种他娘的活 哪来的力气 真是太扣了 那群猪鞭子 让我们来干这些活 却不拨一点粮食给我们 我们部族都快要断粮了 看到这边的动静 越来越多的蒙古人 丢了锄头开始休息 实在是这种活他们不擅长 原本就有一肚子气的 还没吃饱饭等等因素结合起来 能积极才怪了 就这么抱怨了一阵后 终于有部族的头目过来 是个年纪比较大的 催着他们道 别抱怨了 赶紧干完 赶紧把这该死的战事结束了 说得轻巧 你有力气你来啊 巴兰多没好气地说道 要是换了以前 他才不敢顶嘴 可此时却是顶上了 其他蒙古人的胆子也大了不少 或者说 对他们的头目不满 又或者是因为个部有点混杂 其他族的 才不会管你这个族的头目 也纷纷跟着顶嘴 那头目听了 并没有生气 而是继续劝说道 快点干活吧 拖久了 还不知道草原上会怎么样 你们难道就不担心吗 一听到这话 想起关宁君偷袭了 乌拉特族营地的事情 不少蒙古人就担心了 对啊 还是干活吧 我早就担心死了 恨不得立刻就能飞回去看看 这次族里出兵不少 留着的那点兵 肯定挡不住关宁君 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带这么多人出来干啥 谁都有父母兄弟姐妹的 营地里都留有亲人 他们不担心 不牵挂 才有鬼了 也有乐观一点的人 说些安慰的话道 你们不要乱想了 应该就是乌拉特部一个被关宁君偷袭而已 否则就不止他们的人跑来报信了 这话确实有安慰作用 但有人却冷不丁开口道 这也不一定 你们想想 乌拉特部都被偷袭了 边上的部族会一点事都没有 就简单说吧 从关宁去乌拉特部的路上 要经过巴特部吧 关宁君会绕道吗 会和睦相处 不打一点主意 听到这话 这些蒙古人顿时就不淡定了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明君那会那么客气 不过 有人还想着分辨下安慰自己的 说不定呢 你看族里要是出事的话 能不派人来报信 报信 你也不瞧瞧外面巡视的探马 是谁派去的 那人听了 探口气道 真是让人担心啊 听到这话 不少蒙古人就慌了 对于他们手中的活迹 就更是消极了 纷纷低声议论着 而且越讨论 越觉得这种可能性高 夜幕之下 有着心思的黄太极始终睡不好 或者说睡不着吧 好不容易熬到半夜 就索性起来问道 情况怎么样了 伺候着的敖拜一听 连忙出去查看 半想后带着怒意回来禀告道 主子 那群蒙古人偷懒 大半夜过去了 什么活都没干 第七百四十六章 扰乱军心 什么 黄太极一听 勃然大怒 大喝一声 立刻起来了 那么多人都是干什么吃的 他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早点打下盖州城 耗在这里 他是最耗不起的 毕竟多耗一天 这粮食物资的消耗 就多一点 说完之后 黄太极也不等敖拜再回答了 亲自出了营帐 先去了指定地点查看情况 夜幕之下 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 可有没有还是能看清的 这一看之下 顿时气地想吐血 他阴沉着脸 二话不说 立刻冒着严寒 又策马跑去大营后方的挖土点 查看情况 为了防止盖州城的明军 发现这边挖土的事 特意悬远了一些 拐弯能被这边的小土坡挡到的地方 不过就算如此 也只有不多的气死风灯 放地上当照明用而已 黄太极到了这里 一看之下气得 感觉有点脑充血 就见这里到处散落着锄头麻袋什么的 在场的人都挤在一起打短闲聊什么的 就没几个人在干活 而且 人事出奇地少 似乎跑了一大半 他阴沉着脸 一脸的杀气 似乎到了要爆发的边缘 不过最终还是克制住了 阴冷地吩咐到 把他们的人给震找来 敖拜一听 立刻气势汹汹而去 没过一会 带过来了几个头目 陛下 我们部族确实尽力了 派了人过来的 可又冷又饿的 这低又结实 还担心着草原上的亲人 都闹了起来回去 我们也没办法呀 对啊 陛下 我们部族也是这个情况 真是没办法 陛下 人心散了 这队伍不好带啊 我们族长都头疼死了 听着他们的抱怨 黄太极在这一刻 忽然真得觉得 还是那些汉奴好用 这些蒙古人又懒又笨 全都是一无是处的废物 他没说话 边上的敖拜恶狠狠地吼道 违抗军令者 杀 听到这话 场面顿时安静了一会 然后不知道人群中 谁嘀咕了一句 好大的威风 有本事找明军去啊 大胆 是谁 敖拜怒急 拔出佩刀 犹如一头恶虎要吃人一般 但那些蒙古人 没有一个回应他 反而似乎互相靠拢了一点 无声地在示威 黄太极见此 深吸一口气 冷喝一声道 退下 敖拜有点意外 转头看了黄太极一眼 不得不退了下去 黄太极盯着这些人 冷冷地说道 这么耗下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 粮食 朕没有多余 不会拨给你们的 要想不饿肚子 要想早点回去 就早点攻下盖州 这个道理 朕白天的时候 已经讲过一次 如今再讲一次 不会再有下次了 说完之后 他调转马头 准备走时又转过头 阴冷地说道 朕的耐心是有限的 不要以为朕不会杀人 这话撂出去后 黄太极不再逗留 一家马赴离去 敖拜狠狠地盯了那些人一眼 然后快速跟上 有点不解地对黄太极说道 主子 奴才 他的话还没说 就见黄太极转头冷眼盯了他一眼 吓得他一击灵 当即不敢再说 其实 他的意思 黄太极自己也有 可是如今 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觉得 范文成说的在意 这些蒙古人 能多用一分试一分 过了这个村 就没那个店了 等料理了盖州的明军后 接下来的重点 才是这些蒙古人 只是可恨 那些蒙古不足的首领 一个个全都缩在营里 死活不出来 又没法闯进去抓人 与此同时 盖州城的建楼上 半夜起来的冯德华 放下望远镜 有点以后的问 同样在拿望远镜 看着的曹辩椒问道 怎么回事 城外怎么一点动静 都没有 曹辩椒也疑惑了 放下望远镜 转头看着他摇摇头道 该不会陛下的消息不准吧 冯德华还没回话 边上的高音员 毫不犹豫地插话说道 不可能 陛下从来没错过 一听这话 冯德华也马上附和道 消息肯定不会有问题 表态了之后 他瞧了下高音员的脸色 而后拿着望远镜 晃了下道 该不会是剑鲁 把土山堆得有点远 这夜色之下 乌漆嘛黑的 望远镜也没用 曹辩椒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 稍微有点尴尬 不过他 最终还是转头抛下 摇头说道 不可能 剑鲁 要堆土山的话 肯定是堆在一箭之地内 只有这样 才能对城头 形成足够的压制 这话虽然说得在里 可关键是 城外一箭之地的地方 还是能模糊看到的 没啥动静啊 忽然 冯德华想到了什么 大惊失色地说道 该不会他们就是堆远点 然后在上面摆头石机吧 这样一来的话 城头也会在 头石机的射程内 也是能形成压制的 曹辩椒听了 却是立刻摇头道 不会 头石机的准头不高 难保不误伤进攻中的剑炉 唯有近处的弓箭 才有真正掩护的效果 说到这里 他停了停又道 要是他们真有这企图的话 我们这边不也是有准备的 可以随时加高来摆放火炮 头石机终归不是火炮的对手 听到这话 冯德华点点头 可又想不明白 为什么没土山 无奈之下就不想了 笑了下说道 那就不管了 反正这么僵持下去 对我们是有利的 曹辩椒听了点点头 只能不变应万变了 第二天一早 崇祯皇帝早上醒来 便看到了高音员发给他的私聊 是把昨晚的情况禀告了一遍 包括曹辩椒的质疑 都没有隐瞒给禀告了 而且 从他的字里行间看 高音员似乎对曹辩椒的质疑 很是有点不满 对于他这么维护自己的权威 崇祯皇帝心中受用的同时 却也警醒 要珍视自己的情报 有误 而前线将领又毫不怀疑的话 倒还真可能出大事 这么想着 他便告诫高音员 不得干涉前线将领的决策 而后问了海澜朱后 便知道是扰乱军心之策的效果很好 不一会 高音员从聊天群中退出来之后 便对曹辩椒说道 陛下掠施小计 昨晚干活的蒙古人消极代工 因此才没动静 不过奴求发怒 今晚肯定会有动作了 启示唤 得到 可怜的 词 不过奴求发态 也不过奴求发态 不过奴求发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